变化啊 完了不给他三秒时间了 对 都是一样的 这里 就是选择了暗幕 然后活法暗幕 加上了盗贼 两边同样的一个配置 阿斯特Y这边 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选择两边聚在中间打 对这样聚怪会更快一些 能聚得更早 而且包括愿毒放出来之后 他们有地方跑 因为你愿毒如果全部积压在上面 有时候跑还不方便 那么阿斯特Y这种 可能会往下跑 对还会更舒服 这边知识反倒落了 一个段去掉 没有问题 好 阿斯特Y这里走一手 法业牧师带活法 斯盖莱这边是通灵牧师 加活法 两边的思路在这里 有一个不一样啊 这边阿斯特Y是以活法为核心 斯盖莱这边是双核 那两边从目前来说 速度基本一致啊 对 是的 但阿斯特Y这边的愿毒 清理得更快啊 好像有点稍稍的卡 对啊 嗯 这个法一就是法业 安慕配活法这套思路 在目前MDI里面已经不常用了 这也是他们又拿出了这一套打法 斯盖莱这里选择的是折磨带中场怪 肯定是加Boss一起 还在往里面慢慢的拖 稍微打断一下拒怪 绝了一下再拖可以 阿斯特Y这边的话应该也是同样的打法啊 这里的话两支队伍都是强队 目前两支强队的一个博弈间 这一波怪是不可能拆解的 这里的段也跟得过来 但是前提是火怪要融化的足够快 火怪对全团造成的一个高额AOE伤害还是非常可怕的 这里运动是已经A出来了 斯盖莱这个场面清得非常干净 只剩下一个格利亚 其他的挂热机缘都带走了 打得非常的干净清爽 阿斯特那边 坑外面雪亮的情况来说的话 应该也是很成功地处理完了这一波 并且没有什么问题 两边就Boss雪亮来看的话是一致的 对 这就是一个旗鼓上当对局 但是这边的就看到后面的一个流程里面 就是这个法一暗幕到火法这个组合 到底能不能够和现在这个 目前流行的通灵暗幕不带 就是打双核 到底单核厉害还是双核厉害 其实这个也算是没有核心了 因为通灵暗幕本身它的关注 一般也是给自己 当然它这里搭配起来也能给法式 是的 这里Boss拉过来和安慕直接走开 嗯 直接拉到他脸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对 两边应该都是一号Boss到了一个快打完的一个情况 这因为是残暴的Boss 这个Boss战斗时间会长 也跟大家说一下在目前比赛中残暴Boss的本一般会慢于抢刃Boss的本 阿斯那个阿斯YD的Boss打的更快一些啊 嗯 这里OB很贴心的给上了一个默黑药水 默黑药水出自安慰马戏团 在拍摆行可以买一个就安慰马戏团买 它可以在这个本里面把你填变黑 然后你可以这个本里面它是有时候会掉针的 你变黑了之后可以看清楚更多的东西 是的 这个本确实比较亮 对 这个牧师提前走上是想帮忙开怪吗 哦 并没有 阿斯YD应该已经打完了这波这个Boss 他们应该开始准备拉小怪了 两波 正常应该两波一起拉了 对 我看不一定 因为他们有的这个配置他们不一定会考虑两波起拉 看一下 两波一起拉这个打法只契合于他们 阿斯YD是选择了只拉一波 这一波过来就是常规的这两波隐身 两波这种那个爪尸再加上这个裁定者 哦 阿斯YD那边的血很威 刚才叠死局出了春歌 但还好这波怪也解决掉了 虽然出了春歌 Skyline这边的流程稍微慢了一点点 然后阿斯YD这里叫这里就准备三波一起打 这里的话他这个磁锥也不可能不三波一起打 因为三波一起打很转 这个T的血量 好威啊 最后一点点 但是死局消了就没问题 阿斯YD这边三波一起聚 三个人靠得很近 这里让裁定者不要跳太远 这也是这三波一起打的一个方法 大家如果自己平常打的时候想尝试 注意要远程也占近战位 那么裁定者就能挨得到 这波压力就会很小 目前流程上来说 阿斯德YD这边稍稍领先 这里给到了 终于给到阿斯德YD的主视角 我们看一下阿斯德YD在这里拿了矛 那么下一波的话 看他考虑丢不丢了 这里打法是有些变数的 目前矛有三个位置丢 下一波和二号Boss打完的 那个蛊折磨怪加一波怪做一波 还有或者是后面四波怪做一起做一波 矛的用法有很多种 看这里需不需要等一下位置 直接上 上面 缓一下 要等吗 倒在上去帮忙定点 倒在上去帮忙定点了 这里是要缓一下 等那个怪过来 这个位置好像有点远 是的 这里给了乱一脚 这一只两波已经到齐了 直接上来 这里星空了 这里牧师在星空了一只怪 把那只怪走了进去 完美巨怪 强行完美 这也是一种完美巨怪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给关注 给就给萌约技能刷CD的一个牧师 你看这法师一个人全部真掉了 牧师帮忙辅助把怪控好了 那么这一波也是很完美的 这波怪融化的非常完美 愿督一起出 然后再把牧师的伤害也是非常的低 因为他全都干活去了 你还特意要抢 工具牧师 这个法师的伤害至少要分二分之一出来 给这个牧师补一点 都是牧师的功劳 对 人家在这里帮忙聚怪 而且这个怪说实话 那个跳的怪是很麻烦 他这里直接用星空把那怪锯过来 这个效果很好 看一下阿斯 这里怎么选择 这里是准备跳过门口这波怪 没有选择 我们昨天看到的从右手边过来 人家有帷幕也可以用 他这个帷幕过来其实也很快 对也很快 因为你飘到右边的话 飘的时间也很长了 你还要从地底下钻上来 这边也是开启了三号二号boss的一个战斗 感体伤害非常的高 这个boss可以很快的完成击杀 而且有一个红土 Skylight是完全在流程上的DPS 感觉对比SY 就是DPS上完全落雨的下风 其实打法上都是一样的 直接配置的话 只有一个牧师的盟约选择不同 体系有一点不一样 但主要还是因为个人DPS的话 Skylight的DPS 那个Ast Y的DPS确实略胜一筹 这里就是一个硬实力的对拼 在两边都没有失误的情况下 就完全拼硬实力 我的敏捷 无与伦比 这里的话Skylight是把这两只小怪单轻了吗 他这个轻的两只小怪好像不太划算 但是小怪轻的太亏了 是因为一个小队长在那个地方你还不能放AOE 只能两边一起点 目前差距也是拉开到了一个boss的差距 他从1号boss开始领先了半个boss到现在打到后这里就已经逐渐是领先了一个boss 越打到后面他越会领先因为他的车速是比较快的 就是对面DPS比较低 对就是他完全是车速是完全不一样 67%的一个进度 看这里给了一个安抚 这里面都还多不打 给了三个安抚很细致啊 这里就是尽量规避一个add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这些小细节虽然说不是什么 这是只是一个降低容错略的东西 但是能做就得做 这里把格利亚也拉得过来 去了一个人断条 这边几波 这边是三波一起往中间聚 再断一个格利亚往中间聚好 这里要下毛 就聚得很完美啊 几率性非常的好 是的 这波还是靠法师 两边体系不太一样 这边全是法师一个人打伤害 最好扎毛断一次条 一拨条就可以了 他法师靠自己的这个 就是这是一套老的这个关注 那个关注的体系 就法医给他刷CD关注的体系 他能法师打出了很大的效果 因为这波怪强度很高 但是我把这怪秒了 你跟我谈什么强度高 对吧 就不存在强度 在绝对的DPS面前 对 这里也是给了一个双环巨怪 这排排站就很可爱 这次戴过去跟着关系 先不打 就是想等到一伤阶段 直接放一次天约军火 你等不了那么久了 因为这个BOSS在开的时候 第一轮天约军火来的时间 还是比较早的 是的 而且怪过来的时间比较慢 他们现在有个问题 他们进度缺的 他们还要补另外一边一波 这一波小怪的血量也不厚 一等一伤 这波小怪他们都没 这里都是给盗贼一个人吃的 这里全部是给盗贼一个人 下血的速度非常慢 对 他小怪根本就没有人去 就是让盗贼一个人慢慢品尝 这个位置确实不错 把他把冰环冰在那边 然后直接过去A掉 然后运毒放在远处 是的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还带一波 待会一伤的时候 再让盗贼再慢慢品尝 他们这里是把整个敏锐贼的体系 发挥到的极致 这里就开了一波过来 马上要进一伤 DH挨一脚踩 让他一伤一进去 队友全部停手AOE 不做任何的AOE 把盗贼 双环还住 对 让盗贼打满 但是有两只还没还进来 没还进来 就是这条压力会大一点 T要往那边走一走 还没转一伤吗 还差一点能量 还一脚好的 下红土了 其他的队友都尽量不A 这里让盗贼一个人来 这里愿毒 还能够再刮刀扇剔骨 单体打满 这里盗贼 你看他的输出 这里都是围绕着盗贼在打 确实让盗贼打得也很舒服 哇 二十残暴的 这一轮已经压到19% 这轮易伤 这轮易伤利用得非常充分 易伤加这个愿毒跟BOSS 这样多目标 给盗贼人的一个非常大的输出空间 对 这个本里面就是为什么 他们用盗贼不用练的原因 他们围绕着盗贼的体系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还有一个愿毒 在怪死了之后 还能再进行一波输出 是的 BOSS来到了3% 斯卡拉这边是刚刚开启了BOSS战斗 这里是小怪直接拉过来 带着BOSS一起 他们是一脚刹车都不踩 不踩刹车的 对 这个整个流程是太紧凑了 就Skylight的话 比如他开车是每小时100公里 其实R4的外是每小时110公里 开始看不出差别 开到后面就会发现 哇 这个R4越开越快 越开越开 为什么这么远了 就是因为他们DPS打得更高 他们总体的细节 就拿这两个这波小怪来说 他们的细节处理得非常完美 没错 因为他不停地利用小怪 给盗贼增上来压这个单体 他把20的 他把这19的残暴吃得死死的 这里应该还是选择三波一起 给了一个试血 因为这里没有毛的话 压力还是挺大的 对 前半段基本上就是最大化DPS 到最后一点才开始休血 这里也是平均的 平均AOE 收得非常的好 DT多踩了两脚 但还好有死居顶得住 还是顶得住的 有死居给了一个圣疗顶住了 看这个T的这个血线也是 D多踩了两脚黑水 有点威 但是没什么问题 这这有力 刚好最后感觉有点多 章心最后零点几秒了 这个怪死了 一直之后在1.5秒到2秒 2秒吧 差不多2秒钟左右 其他的没死的话就会回满 只剩下了这个三折磨的尾王 Skylight其实已经就落后了一个半左右的BOSS 按流程来看的话将近是落后了一个半的BOSS 所以又出现了一点提速 你看Skylight他这一波小怪开的是最后BOSS已经转完阶段了 再开过来的 这里的细节就没有阿斯德外做得好 阿斯德外特意用这个小怪来配合盗贼的一个异伤 在这里来一波刀穿剔骨 然后再出院毒再打在异伤里 所以他把异伤期最大化的利用了 而且顺带着也把小怪A掉了 没错 阿斯德外这边BOSS马上第一次转阶段 这已经很稳了 目前15分半好快 因为带了三折磨在BOSS飞走的时候 转阶段也是一个抬血的时机 是的 只要BOSS上去了之后 这个简聊就没了 因为BOSS他带着光环走了 他的这个折磨是寄生在BOSS脚底下的 其实就是一个光环 当你离开这个太远距离的时候 他到天上去了 那么光环效果就没有 你可以好好地刷血 所以说高塔伟王这个BOSS 还有雕魂伟王 在BOSS转阶段的时候 都是可以身上没有BUFF的 是的 Skylight这一把用事实告诉我们 这个暗幕 法业暗幕给火法当挂式的这个还没过时 这个目前在这个版本还是OK的 变相的想让这个牧师去当工剧烈 对 其实这就是新潮和复古的一个碰撞 就是Skylight这个通灵暗幕配 那个法师这个是目前的新潮一点的 而这个老是老派 老派这个也非常的给力 他们这个这套体系打的优点就是 该蒸发的怪就蒸发的特别快 拳团的压力可以见到最小 最后一点点的血量 15% 这个不可能再没有任何的 17分15秒左右吧 嗯 20秒了 两边都没有出失误 一个人都没有 Skylight这边也是零人头 15秒 17分17 恭喜Ast Y 3比0 3比0 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嗯 恭喜Ast Y 这就获得了我们国服赛区的冠军 国服赛区总决赛的冠军 对 他们马上也会面临的要去挑战MDI总决 全球总决赛 是的 确实打得很好啊 所以他们这个真的就是 自己付出的多少 得到的多少 因为他们这个打 从他们的打法 所有的细节安排得非常到位 每个本 他们每个本都是自己出台的地方 都是自己独特的思路 尤其在高塔这个三号boss 嗯 拉了两拨小怪 两拨小怪第一拨 你看他等一个天狱军火 对 他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不至于 我在开boss的时候 要等这个小怪聚 聚好了之后再开boss过来 他就可以直接去 开了小怪 然后直接去开boss 也是一个小小的提速点吧 这三八打下来 Ast Y可以说禁锢完美 对 没有出现一些任何细节上 就让人觉得 这块可能会有点瑕疵啊 你看这一把的话 可以看下Ast Y已经打完了 全程的总体伤害秒长 都是比Skylight高的 这一把确实是在伤害上 是碾压了Skylight的一个DPS 是的 车速开得好快 打得非常的好 今天的三个本可以看到 这每个本Ast Y打得 都是非常的完美 就做到了极致